音乐竞技综艺节目《歌手2018》自播出以来 吸引了很多网友的 近期《歌手2018》也将进入收官之战 目前《歌手2018》第17的排名也基本确定 腾格尔、华晨宇、JesseJ、温峰位居前四强 在第九期的《歌手》中 由于杰石姐的回归 也注定了这期节目要淘汰两名选手 首发歌手汪峰、张韶涵、杰石姐安全闯关 华晨宇、腾格尔勉强过关 而淘汰的选手则是李全和KZ谈定安 自从原历事件之后 很多人都知道综艺节目很多是有黑幕的 在最新一期的《歌手》中 汪峰也笑称有黑幕 看来汪峰对目前的歌手排名也不是太满意 歌手《2018》决战在即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总决赛中 主唱选手都要邀请一名帮唱嘉宾的 从近日网上曝光的帮唱嘉宾阵容 还是很有看点的 华晨宇邀请的帮唱嘉宾是薛之谦 他们两个担当也是很互补的 一个喜欢标高音 一个喜欢深沉式的演唱 希望两人搭档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汪峰的助唱嘉宾邀请的是影帝黄博 看来汪峰也是志在必得啊 张韶涵的助唱嘉宾是蔡建雅 而杰石姐的助唱嘉宾目前还不确定 近日网上也有网友爆出了歌手《2018》第二季的录播时间表 总决赛应该是在4月13日 你觉得谁才是本季歌手的冠军呢